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周我们谈含低的字 也就是试下面再有一个点 低除了读第一声低 也有第三声底的读音 而今天谈的含低的字 一律读底 我马上想到井底之蛙的底 底指的是物体最下面的部分 若说刨根问底 那么底指的是事物的基础根源或内情 除了底系的底 还想到什么字 底质的底 代提手旁 比如底质盗版音像制品 问题是抵挡不住盗版制品的低价格 说到底还是人性 多数人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说到这儿提醒一下 底质的底 右边是低 而提手旁加示 则是指 表示侧击拍 比如执掌而谈 比喻极为欢恰的谈话 我刚才说 多数人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需要和利益 会不会有人以为我在诋毁他们 谁做了这样的事自己知道 不这么做的就不这么做 有什么诋毁不诋毁的 你说的是事实 诋毁的底 左边是言字旁 右边低 底 yes 是责骂诽谤 放心吧 真有不妥 我会提醒你的 朋友就要这样 互相提醒 还要互相勉励 诶 你说到勉励 让我想到一个词 底力 底力 底 左边石头的石 右边低 而力 左边石头的石 右边厉害的力 底力 做名词是磨刀石 做动词既指磨练 也指勉励 朋友之间要相互底力 哦 相互底力 这是相互勉励 嗯 我还想到一个 官底的底 低在左边 右边是右耳旁 官底的底 是高级官员的住宅 昨天我们其实也提了一个 含低读底的字 我记得 左边树木的木 右边低 底是树的主根 泛指树根 除了说根深蒂固 也可以说根深底固 就看用的是哪一个字 两句都比喻根基牢固 不可动摇 最后介绍这个字 左边骨头的骨 右边低 底 底骨 是腰部下面 尾骨上面的部分 今天谈了好些 含低 读底的字 有底下的底 底质的底 底毁的底 底力的底 根深底固的底 和底骨的底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 Click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